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 最近有很多明星都摊上事了 之前讲过了是吴亦凡的事 然后是台湾的小S被说成是辱华 这两天又出了一个事 中国大陆有个演员叫张哲涵 他也摊上事了 他的所有的代言商业合作纷纷被取消 他甚至还被中共的党媒指名道姓的去批判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没看过他演的节目 不小心一下又暴露年龄了 我知道张哲涵这个人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环郊时报的新闻上说 张哲涵被终止合作 央媒点名重批 原来有人在网上曝光了张哲涵 到日本的奶木神社和靖国神社拍照 就是这么两张照片 导致了张哲涵人设崩塌 从明星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 汉奸走过卖国贼 张哲涵一开始还想挣不两下 想挽回点名声 所以他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他为曾经无知的自己而感到羞愧 说会对不当的行为深刻的道歉 他说他是参加一个朋友在日本举办的婚礼 但是对这个婚礼所在的场所的历史背景 还有参加婚宴的其他人的政治背景 失察 说这是我的过错 他说他以前在各地旅游的时候 喜欢随意拍照 对当地的建筑物 当地的历史知识欠缺 那么拍的照片的合影里面 出现了严重伤害国人感情的内容 他郑重道歉 他解释说自己不亲日 我是中国人 深深的爱我的祖国 说大家可以批评他的无知 以后要好好学习 他发了这个声明之后 人民日报还评论了 继续的骂他 对历史常识匮乏 对民族苦难浑人不绝 说太不应该 说如果明知故犯的话 就要付出沉重代价 而且网上有很多很多人 在底下留言骂他 说他是汉奸 说他不可原谅 他这个声明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最后逼着他 不得不进行一个 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表态 都把什么爱党 爱国的立场都说出来了 不过看起来 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除了人民日报以外 还有央视 也说他不能够 简单归咎为曾经无知 说他已经是触碰了历史伤痕 伤害了民族感情 那如果他不是无知 那是什么 难道央视的意思说 他是故意这么做 那其实就是给他 扣一个汉奸走狗的帽子 然后人民网的评论 说他犯下了原则性错误 说这不仅仅是道歉 就可以过关的 还必须承担应有代价 说这样的艺人再不良 广大网友会答应吗 这个很明显是在绑架所有人 就是说官方已经发话了 他必须良 既然官方都已经发话了 还有这么多网友在批驳他 在痛骂他 那么他的一些代言 纷纷都跟他解约了 跟他合作的品牌 基本上是一个不剩 全跑了 而且在跑的时候 还要发表一个声明 跟他划清界限 讲什么民族大义 不容试探 国家形象跟尊严 不容侵犯 大家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 突然想到了 曾经发生过的 就是一几年的时候 赵薇穿了一个时装 这个时装上面有一个图案 是类似于日本的军旗的图案 对吧 当时叫做赵薇军旗装事件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感情 把这个事情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当然背后是有政府在煽风点火 从小先给你洗脑 给你进行仇恨教育 所以说只要跟日本沾边的东西 你就很容易去联想到过去日本侵华那段历史 所以说中国人就非常的玻璃心 一点小事都会上纲上线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民族大义的程度 就好像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伤害了 就是因为一个明星参加了一个婚礼 或者跟朋友去旅游的时候拍张照片 14亿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我过去就写过文章 讲过说中国人民感情为什么这么脆弱 天天受到伤害 一会被这个伤害 一会被那个伤害 怎么就不能坚强一点 为什么把这些事情看得这么重 后来看到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就明白了 这很明显是背后有人带风向 中国政府在背后带风向 当然出自他的政治目的了 那么他的副作用 就是把14亿中国人都变得如此脆弱 动不动就受到伤害 并且出现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 曾经就说过 他说我要强调的是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他把靖国神社跟日本的军国主义 画上等号了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我在2018年的时候 去过一次靖国神社 我拍了几张照片 给大家放上来看一看 这个靖国神社 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它是日本的神道教的一个建筑 日本有很多很多的神社 它是在祭奠一些亡灵 这个亡灵就包括像一些传说中的人物 像一些这个名人 或者是被日本认为是祖先的这些人物 而每个神社都有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靖国神社 顾名思义 它是有一个国家的形象在这里边的 它一开始是祭奠那些岛墓的制式 后来就慢慢的把这个所有的 在19世纪20世纪的一些战争中 身亡的这些人物 把它们都写进去了 这个里边没有排位 大家注意 靖国神社里没有排位 我们看到中文媒体喜欢说 这里边供奉什么甲级战犯 就好像是说 这个靖国神社就专门跪拜 那些犯过这个战争罪的人 并不是这样子 这个靖国神社供奉的人 是写到这个名册里边的 而这个名册里边 一共多少人呢 有250万人 差不多250万人 也就是说 所谓的什么甲级战犯 什么这些人 这么零星这么几个人 是这250万人里边的其中几个 靖国神社的官网写到了 就是从1869年 这个戊城战争 就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开始算 在后面的西南战争 后面的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等等等等 这全部都包括进去了 总数有246万6千多人 这里边不光包括军人 还包括那些去救护的 什么护士 学生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人士 那么为什么要祭奠这些 死去的日本人呢 这就是日本的文化 和日本的这个民族主义 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看靖国神社自己的介绍 日本的这种文化和传统 是将死者的灵魂 来当做神灵崇拜的 这样的话 这些亡灵可以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来守护他们的后代 这是他们祭祖的其中一部分 这种观念符合神道教的信仰 而靖国神社跟其他神社的一个差别 就是这个神社 更多的是为国捐躯的军事相关人员 那么这些人为了理想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大义 去献身的这些人 他们到底打的战争 是不是正义的战争 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注意 你进到靖国神社 你已经进到了一个 就像进到天堂一样 他已经不是在世俗之地了 完全是神灵所待的场所 大家注意 所以说你用世俗的标准 去衡量他已经是错的了 具体这些人是好人坏人 是打了战争 是不是正义战争 这已经是 你击败他 跟这个没有关系了 甚至在日本 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多的历史上的恶人 或者说是大逆不道的 这样的所谓的历史的罪人 都会设立这样的神社 去纪念他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已经是神灵了 比如最有名的 就是日本的三大恶灵 其中有一个叫平降门 他是日本公开反对天皇的 六亲不认 然后也有纪念他的神社 他没有什么大好人 大坏人这么一说 你好人还是坏人 是善的还是恶的 都会有神社来祭拜 这是他一种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神道教的信仰 你不应该把他 跟现实政治扯上关系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去背拜一个我的先祖 我给他修坟了 然后有人就跳出来说 你不许跪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先祖曾经杀害过我们的人 但问题是 你凭什么阻止我去拜我的先祖 我想拜我的先祖 关你屁事 我去记不纪念他 跟他杀没杀你的人 有什么关系呢 我拜他不代表 我就支持他杀你的人 更不代表我可能会杀你 这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说我们要分开来看 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历史上 这毫无疑问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 那么我们必须要反思军国主义 绝对不能让军国主义重演 那么日本在这方面 其实已经做的 说实话比他的邻国要好很多了 日本至少实现了自由民主 就在去靖国神社的第二天 我还专门去了日本的宪政纪念馆 他纪念的是日本一步步的实现了民主制度 彻底告别了军国主义 而且他门口还有一个很高的纪念碑 是一个指针 叫做三权分立纪念指针 真正警惕的反而是中国 现在正在走向军国主义 所以日本有没有靖国神社 或者是人们去不去祭祖 去不去跪拜死去的神灵 希望他们能够保佑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够保佑这片国土 和日本人是不是有军国主义的思想 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人们去纪念他们不代表人们会希望历史重演 不代表希望军国主义重新来到日本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我当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去靖国神社人很多 当时好像是周末 当时我也看到了有中国人 有日本人 有韩国人都有 当然对我来说 我没有什么可祭拜的 我又不是日本人 对吧 但是我就是参观看一看 在靖国神社里边 你看不到任何的什么所谓军国主义的痕迹 甚至是这些人的牌位都没有 它这里边有一个地方 是专门有一个历史博物馆 叫做游旧馆 那里边会有一些展览 这个展览就是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包括一些图片的展示 一些当时战机 当时的火车头什么的 那么这个历史展览里边的有一些说明 跟中国的教科书说的是不一致的 因为它很明显站在日本的立场上 来解读那段历史 但是历史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 这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行了 而日本的展出并没有特别明显的 完全的史实上的错误 所以说把靖国神社跟军国主义画上等号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煽风点火 中国政府很明显就是这么做的 它背后有政治目的 韩国政府也一样 要煽动民族主义 韩国本身这个国家 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的国家 因为它是三明治国家 几百年来都是被这两个强国 一个中国的这边的各个朝代 各个帝国 还有就是东边的这个日本 两个家机 不是被西边的人来侵略 就是被东边的人来侵略 所以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 是很强烈的 这种民族主义其实反映出 它是一种民族自卑感 而这种民族自卑感 在表面上就会显示出自大 韩国觉得什么都是他的 什么都是他发明的 就是他其实是一种心虚 一种自卑 所以他要给自己添油加醋 说这个人也是韩国人 那个人也是韩国人 这样的话 他能够找到一些安慰 中国的民族性格 其实没有这个东西 而是被中国政府 现在的共产党强加的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因为它是个专制政体 所以它需要人们 有这样的民族主义 这样能够增加 它的执政的合法性 其实关于 靖国神社的问题 你去看 跟日本打过仗的国家 有那么多 美国损失这么惨重 只有中国跟韩国 这两个国家那么激动 其他国家都没有什么 新加坡也被日本占领了 对不对 有没有站出来 谴责过日本的首相 说不许参拜 靖国神社呢 对吧 还有就是美国 还有很多国家 只有中国跟韩国 反应最大 最有意思的是 我看到网上 还有人这么说 你连参观都不能参观 为什么呢 说靖国神社的门口 立着牌子 写着说 禁止不以参拜为目的 进入神社 进入神社 即等于参拜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哪来的 反正很多人相信 在网上 在微博上你去看 很多人点赞 很多人支持 觉得确实如此 就是很典型的被误导了 我怎么没看到 靖国神社门口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很多的神社 寺庙 其实都是有牌子的 但是这个牌子 讲的是说 你进去要庄严一点 不能够大声喧哗 对吧 你要注意礼节 实际上它是一个 讲礼貌的问题 它是一个礼节性的问题 它是对这个地方 对东道主 对这个建筑 对这个日本的 他们自己的信仰的 一种尊重的意思 这个尊重 你不代表就一定认可你 那么中国的杨洁篪 居然还跟美帝 这个布林肯握手呢 对不对 握手说明什么 说明不了什么 它是一个礼貌嘛 那么如果张哲涵 他是一个今日分子 或者说他是一个 汉奸走狗的话 那请问 这张照片里的这个人 向日本的军人鞠躬 请问他算不算今日 算不算汉奸呢 对吧 这是邓小平访日的时候 向日本的军人和国旗鞠躬 我不知道这张照片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 发出来之后 会不会很快就被删除了 我估计可能就是 因为这会打他们的脸 就是你们喜欢上纲上线 给谁都扣上一个汉奸的帽子 你这没有一个标准的话 那我也可以给你扣上帽子 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被扣上帽子 所有在日本旅游的 留学的这些中国人 全部都是汉奸 因为这所谓汉奸没有标准嘛 参加一次婚礼 就不知不觉变成汉奸了 实际上什么叫做上纲上线 实际上就是抬杠 就是抬杠 肯定有人就说了 说你公子审跑到禁国神社去 你虽然说不赞同 祭拜的这其中一部分 战犯的他们的侵略行为 但是你进去之后 你很庄严 就说明你是在参拜 就说明你是认同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以说 你怎么知道 我在禁国神社里 没有树中指呢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进去之后 我就一定庄严了呢 我没有大声喧哗呢 那我在禁国神社里 大声喧哗了 我是不是民族英雄啊 我跟朋友在这个禁国神社里面 转悠的时候 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说如果有中国的那种 爱国小粉红 那些爱国者 如果来这泼个漆啊 或撒泡尿啊 真的 这个警察根本都反应不过来的 因为离着太远了 对吧 这个真正的这个场所 禁国神社这么大的地方 没有一个警察 只有在东门 一个小玻璃房里面有 你要想成为抗日英雄呢 简直太简单了 怎么居然没有人来干这个事呢 他的意思就是 这些小粉红 天天喊别人是汉奸 天天喊自己多么爱国 实际上一个比一个怂 这么好的抗日机会 表明你的爱国的情怀的 你怎么不来呢 总之 我们看待日本的禁国神社 应该非常的理性 应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 应该分清楚 日本人他自己的一个传统和信仰 以及军国主义之间 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 什么是军国主义 就是穷兵独武 而今天哪个国家在穷兵独武 我们看都非常清楚 而这种军国主义的穷兵独武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的 就是他没有制衡 没有监督 就是人民没有参政的权利 而且同时他们还被洗脑了 不管是党国 黄国还是帝国 它都会导致 这样的一个全民亢奋 然后移至对外 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当然他的理由有很多 不管是我们受委屈了 还是我们要争口气 不管理由是什么 他这种发动战争 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这种军国主义 应该值得我们警醒 过去日本曾经犯下过 这种军国主义的错误 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这个我们必须是承认的 而对于这些罪行 日本人是深刻的反省和道歉的 而中国政府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故意的扭曲事实 甚至说日本从来不道歉 从来不反省 实际上真正不反省的是他们自己 日本的假计战犯 确实他们发动了战争 害死了很多人 日本的政府的代表 不应该去纪念他们 这个是我认同的 这又为什么天皇不会去 禁国神社 这也是为什么我是反对 日本的首相 以首相的身份 去参拜 禁国神社的 我认为他可以用自己的 个人身份参拜 或者是任何的普通民众 个人去参拜 都没有问题 这是他们的自由 而且再说了 禁国神社本身 它是一个基金会 它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政府没有权利去关闭它 或者怎么样 日本现在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有民主 有自由 讲人权 这样的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所以不会出现 过去那种 禁国主义的现象 而更让我们警惕的 反而是中国 因为直到今天 中国人还在纪念和崇拜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比如说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上 去看看建筑里边的 那个蜡象 对吧 实际上它已经是蜡象了 不是真身了 你围着那个毛蜡象 转一圈干嘛呢 作为二十世纪的最大的暴君 它害死多少人呢 然后你去崇拜它 去祭奠它 请问这种做法 难道不比日本人去 禁国神社更过分吗 日本人屠杀了中国人 变成了战犯 中国人屠杀了中国人 这毛泽东屠杀了地主 富农知识分子 他就变成了伟人 我想日本的战犯都可能会觉得 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